就是剛剛已經把這個Rundown給完成 所以Rundown函數應該會用 我建議你Rundown、Rundup 跟Rund的函數盡量也都要用 因為這是相關的函數 再來的話計算每個月的總 這個什麼 B1到D B11到D11的用那個什麼 SUM函數 計算加總的總和 所以 B11在哪? B11在這裡 到D11 所以很簡單 E一樣把這四個按去有鍵 確認要選起來 不然的話你要做四次 OK 油標先放在B11 然後加總很簡單 常用裡面就有了 常用裡面不是有個加總 自動加總按下去就可以了 它會自動幫你偵測是不是上面的範圍 試打勾就可以了 然後把它向右填滿 這樣的話就加總完成了 OK 你可以看到每一季的一個 費用加總 到哪一個月增加哪一個月減少 不過說真的 那現在以這樣來看的話 到底 每個月到底增加還減少 其實這樣好像看不太出來 所以其實你也可以把它 畫成折線圖 可能會比較容易了解 其他算平均跟標準差也蠻簡單的 一樣喔 1到4月選起來 平均的話呢 這邊就有Average 平均值 所以你把這平均起來 然後打個勾向下填滿 這樣子平均就OK了 這個到這裡喔 然後合計的話呢 一樣就是做加總 但它加總範圍會錯 所以重選1、2、3月 打個勾就可以了 不然它會選到 這個平均這裡 OK 然後向下填滿 然後標準差的話呢 再來喔 這邊其實也有標準 這邊好像沒有的其他函數 然後你可以找到標準差應該統計類的 所以你可以在統計裡面找到那個 S開頭的 STD 所以你可以找到標準差的函數 是不是統計 對這裡 那標準差的函數部分的話有派好幾種 STD EVP S 等等的 那根據題目的話應該是這個吧 就是 我看一下 它這邊應該有提示 就是用哪一個標準差的函數 有沒有 它這邊有提到 標準差 對這個 STD EVS 這個 然後而且要run的 四手入路 到 小數元第幾位 到整數 OK 所以我們就是 先用這個函數算標準差 然後範圍在這裡給它一下 也就是123月的標準差 按確定 然後向下填 下填板之前 還要再做一個run的函數 所以run的話適合不到整數的話 那你就是在這個外面 等號後面加一個 我自己打 自己打比較快 round 有沒有 然後錢瓜糊 那記得要兩個 一個是標準差結果 一個是第幾位 那逗點 如果要取到整數位的話 記得要數字多少 小數元第1位是1啦 小數元第2位是2嘛 然後如果 各位數字是-1 10位數字是-2 那請問一下整數應該多少 要跟各位講喔 你直接輸入0就可以了 0的話就是沒有小數點 就整數喔 OK 後關回一下 好這樣的話就算完標準差 然後也取到整數位數 打個勾看看 然後向下填板 這樣就算完了 那算完之後的話呢 底下好像還要再做一個什麼 這邊的話我看一下 就是 他做完這個run的之後 然後 他在計算那個 平均部分 平均部分的話呢 在儲存個 11使用Average函數 算他平 這個 這個是剛剛我做的 最後的話好像要再把它做個平均 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我剛剛主要是完成1到4月的 這個 先把它加總 然後再平均 再合計 再算出標準差 那至於啦 標準差什麼意思啦 其實你們Google一下應該有答案啦 其實當然標準差是算他的什麼 就是他資料 相差的多 就是遠 相差多少 所以維基百合資裡面也有 當然標準差越小 其實表示變動的幅度沒那麼大 當然如果是你要做投資的話 當然標準差越小越好 不要說一下子 那個指數一下高 一下低 相差太大的話 當然的風險越高 OK 所以 至於呢 這個標準差的內容是什麼 我想 如果不太理解的話 可以再稍微看一下 好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我們先下課休息 待會 繼續把後面的題目把它做完 好 好那剛剛的話應該是講完這個第2第2題 第3題其實根據他提供 11 我們一個來好了 因為他這個第1季到第4季的那個 11儲存格 所以第一個你先找到11在哪裡 11在這裡 OK 他怎麼算 你就按照他的方式來算 其實那個 徵照考試這樣 其實他就是希望說你每個步驟一定 都要按照他的要求做 你就有分數 但是你不能用你自己 想的方式做 不然的話會拿不到分數 這可能要注意一下 然後是用Average函數 計算 B2到D10 所以他範圍已經告訴你是 B2到D10 所以 B2到 所以這個是平均 如果你假設你現在用平均最簡單的方法 從這邊 這個其實也是Average函數 或者你用插入函數也是一樣 我們用這邊比較快 游標線放在 11儲存格 然後按下平均值 可是他會 你會發現他選錯了 因為他會以為你要選這邊的平均 不是 他要是這邊的平均 所以你再重選一下 B2到D10 這樣才正確 OK按打勾 所以這個平均指的是 1到3月 所有的平均 而不是 上面這邊的平均 這個大家注意一下 這個是最容易出錯的 OK 然後再來的話 F11是上 環數 一樣是計算 B2到D10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一樣 這個油壓先放在F11 然後加總用這個比較快 按一下 他是上 他一樣選錯 你把它選正確 B2到D10 打個勾 OK 那標準差 是不是也是一樣 我看一下 題目 理論上這樣應該是 會是有延續的 再來的話就是 G11使用的這個 也是標準差的函數 跟RUN的函數 也是一樣 所以我們在 把剛剛的標準差做一下 標準差最近使用過了 所以這個 STDEV S這個標準差 然後範圍的話 記得就是 B2到D10 OK 然後按確定 記得用RUN的函數 取到整數 他已經整數了有點多餘了 不過當然他題目要 你就要做 如果 沒做那就錯 OK 所以打一個 ROUND ROUND 這邊有 所以你用選的也可以啦 選的他會給你錢刮斧 你要補個斗點 0 然後後刮斧 這樣的話就取到 整數部分 打個勾 45度 那這樣的話 理論上 第三就完成了 我們看一下第3應該OK了 再來的話第4 那最後的話呢 等於是做完 做完之後我怎麼知道做完呢 點一下 這個4季以外的 工作表 年度報表 看一下第1季 第1季OK 第2季呢 第2季OK 那確定範圍對不對 這邊也OK 那理論上這樣就得分了 那最後的話年度報表他是希望說把123 124季 全部匯整在一起 目前是沒有啦 可是呢要怎麼樣合併在這邊 那當然 以前的做法你可能要土法煉鋼 比如說你可能要把這邊Ctrl C 然後Ctrl V貼過來 然後再把第2季的 把第2季的這些 搬到 年度報表的後面 在第3季第4季 可是這樣很麻煩 可是如果你想要 不用人工的方式 當然幾個方法 要不就是你用那個資料裡面的有個功能 叫合併會算 這邊有合併會算 這個合併會算呢 他就幫你把前面4季的資料合併在一起 OK 那或者啦 當然你如果要進階一點的話 可能可以寫個VBA 寫個程式 把4季的資料 合併在 年度報表裡面 OK 那我們先選擇 不用寫程式的方法 合併會說 怎麼做 我們來看一下題目 根據題目的要求 反正你 記得啦 如果你要真的去考試的話 一定要把題目 看清楚 按照題目的 要求 每個地方都一定要嚴格 遵守他的 要求 不然的話你一定會錯 他就沒有分數了 那他這個考試是電腦評分的 不是人工 所以他會比對說你 的動作也沒有符合 提目要的 這個規定 比如說 他說 應用合併會算功能 那儲存格 A1開始 會整 第一季到第四季 1到12月 所有的成本項目 所以A1到G11 所以他還跟你講 四張工作表的這個範圍 所以也是A1到G11的儲存格 然後他哪一些 A1到G11看一下 A1到G11 A1在這裡 G11 所以等於是這個整張表 他都希望匯整在年度報表裡面 然後呢 還要哪一些要求呢 第一個的話他說 底下有些比較特別的 需建立自動更新 所以一定要自動更新 如果沒自動更新不行 然後呢 標籤名稱來自於 最左欄跟 頂端列 最左欄在哪 最左欄在這邊 頂端列在哪 頂端列在上面這裡 OK 所以藍位名稱 跟他的 項目名稱都要順便帶過去 沒帶過去不行 OK 然後 需要刪除B籃 然後籃框要設定 11.25 好那我們來試試看 怎麼做啦 其實如果你會用那個 合併 匯算這個功能 其實 問題就簡單了 那怎麼做 第一個 我們先點合併匯算看一下 那你會發現 他跳出來的這個視窗 他就問你說 你要匯算的資料在哪裡 所以第一個在第一季 所以你就 先 點一下 所以油壓先放在參照位置 然後再點第一季 這個時候你點第一季 他這邊會出現什麼 第一季驚嘆號 意思 驚嘆號前面就是 工作人名稱 第二個請你選 A1到G11 選到了 選到之後下面有一個 新增 你就新增進來 但是記得 他的標籤 剛剛有題目要求 要頂端列 頂端列 就是他的那個 上面的藍位名稱 最左欄是項目名稱也要 要不要連結要因為他 題目裡面有更新嘛 這邊有個 虛建立自動更新功能 OK 所以 這邊的話呢 我們 選完這三個之後 上面這個參照也選到 按新增就可以了 那你會發現 第一個 合併匯算的 這個範圍已經被選進來 第一季有了 好那接下來的話 上面的 這個參照範圍 其實你可以delete掉 好有第一季 可是第二季怎麼辦 沒關係 接下來 參照位置 再點第二季 有沒有發現 上面變第二季 他一樣選 A1 到G11 然後按新增 第二季又進來了 按delete 然後再第三季 一樣的道理 所以等於是做四次 新增 第三季了 第四季的話呢 一樣delete掉 然後再選 第四季的這個範圍 按新增 好 那也就是說 總共選這範圍 然後呢 如果 你這四季裡面呢 有一樣的 他就不重複 那如果 像那個什麼 沒有的 比如說這個蘭文名稱有 1到12月 然後他們就 他會幫你把它全部 把它併在 這個右邊 OK 然後呢 如果有一樣的蘭文名稱 他會把它的數值 全部 在做一個平均 然後合計跟標準差 所以 這個等於最後得到的結果應該就是 全年度的 按確定之後看一下結果 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呢 最左欄 就是 剛剛這個項目 不過你會發現 他格式好像沒過來 然後 最上面的列 這個列有沒有 123嘛 然後把123 456789 有沒有這個是 他個別的工作表 那 後面東西都一樣 所以你會發現 他如果有 有一樣的蘭位 他就會幫你把公司合併在一起 然後做 全年度的合併跟 合計 還有標準差 那底下這個景字號啦 以後你看到景字號一堆的話 表示蘭寬不足 拉寬就可以了 不過等一下會設定蘭寬 我們先不調沒關係 但如果你說 你想要調的話 很簡單 像這個 如果遇到景字號一堆 你可以把這些有景字號的選起來 選上面的蘭 然後你 我的習慣是快點兩下 快點兩下就是自動調蘭寬的意思 他就會調整他最適合的 這樣子 他的那個景字號就不會出現 所以以後記得 那個有景字號 你不用 不要以為說他是錯誤啦 其實有景字號就是蘭寬不足的意思 OK 好那這樣的話我們合併會算完成的 再來的話呢 需刪除B蘭 所以把B蘭刪掉 OK 然後把A到P A到P 這幾蘭 做什麼 做蘭寬設定 11.25 所以 選A到P 然後按滑鼠右鍵 裡面可以找到一個叫蘭寬的設定 輸入 11.25 OK 按確定 他蘭寬就調好 不過像這個地方蘭寬 我自己比較習慣是 選完之後快點兩下就好了 這個是不是11.25 蘭寬 他這邊好像沒顯示出來 看一下這條線 他11 OK 所以點兩下他才11 可是他要11.25 那我們還是按照 考試的時候記得啦 一定要按照他要求 那你練習的時候你可以自己練習 11.25 OK 好 一點點多 點25的樣子 好那這樣的話 最後的話我們就完成了 這一題 我們就把它另存新檔一下 然後檔名的話呢 請各位把這個檔名的部分 存成叫做 EXA 然後 這應該是206吧 OK 206 Enter 把它存檔一下 這樣就OK了 試一下